我就要不說 你就先站起來 搞不好我是請當明治啊 既然你自投羅網 那你就上來吧 本來不想請你講的 你自己... 對啊 李主委 自從愚人節你上任以後 整個政壇整個行政院院會 很像變成你一個人的獨角戲 你看你一舉一動 社會洞見觀瞻 有沒有這樣感覺 怎麼會沒有呢 我搜尋看新聞覺得都是你的新聞最多啊 比吳敦院長還要多啊 防災的你也講啊 治水的你也講啊 國光石化銀你也講啊 這個全內閣裡面的曝光率最高的 你現在你到底你有兼幾個工作 你分管幾個業務 當然公共工程委員主任委員 是一個工作 另外是這個政務委員 分管房災 房災 水利 水利工程不在 工程在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水利本身是經濟部的 那不是我管的 那很可惜耶 你是全國第一名的這個水利工程莊將 為什麼這個不 那個經濟部不在我 楊署長會不會來請教你 楊署長是我們老朋友了 對我們要請教你 我們的溝通的管道非常慘 那個行政院 幸福家庭美滿委員會的業務 你有沒有分管到 沒有 那我不太清楚這個業務 怎麼會沒有分管到這個業務呢 這個 這個因為你這個幸福家庭美滿 也是這個我們行政院這個 那個院長要推動的一個重大政策啊 這個應該由你來分管一下 你看怎麼樣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那現在住哪裡啊 住在這個 中南紀念堂附近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房子 你有沒有到那個 沒有去住那個信義大 還沒有 還沒有 溫州街那邊呢 溫州街 我以前在台大有個宿舍在溫州街 廠安東路呢 廠安東路沒有房子在那裡 大直呢 大直 我不清楚 大直 都不清楚 現在還有沒有在打網球啊 網球還在打 還在打 那下次帶我去打 教我一下好不好 沒問題 本席也想練習一下 沒問題 好 其實這個 我覺得 其實我們為了 對 其實大家 我剛剛這個 稍微給你開一下 不要緊 反正 這個 這個人都要對他的行為負責 你看 周錫瑋都說你 這個 處理感情的 太不專業了 但是我們相信你在工程 我們今天 這個是要 我想 吳 吳奎請你來做 也是看到說 整個公共工程 整個我們政府 體系 運作 水利防災等等的面向 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學有專精 而且有經驗 大家對你有所期待 而且你的個性 跟你弟弟一樣 講白天 看藍天 也像白木 但是 是很坦白的白 好 這個我們希望說你 針對相關的 你說 你全地國光石化 你看 所有的格言都不敢講 你敢這樣講說 限制不適合 我說這個就是尬癡啊 這就是真的 我們欣賞你的地方 所以我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 而且也期待 你可以在這個 工作崗位上面 扮演好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想 以你對整個 公共工程 行政體系的了解 我們大概都可以找出說 像公共工程 一些存在的 制度上的問題 那 今天我想 我大概先跟您請教 我們整體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先不要說 施工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現在的環境影響 評估的這樣一個制度 政策環評的制度 我願意聽看看你的看法 如何有效力 能夠提高品質 來推動我們的公共工程 你的看法 謝謝委員指教 第一個 我們台灣現在 還沒有所謂的政策環評 我們的環評都在做技術環評 對 所以這是國光石化的問題 就是出在 我們要在政策上面先決定了 到底要改 不改 要改怎麼改 不改要怎麼不改 然後再來決定 要改在什麼地方 然後再有所謂的技術環評 結果台灣今天是 你政策不談 對 都在談技術問題 事實上技術問題 假如前面的政策是不對的 前面的技術問題 沒什麼好談的 就會碰到 剛剛就講了 我們把一個耗水的產業 放在一個缺水的地方 就是在政策上出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雖然有EIA 這個可能83年就通過了 但是我們現在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複雜 我們這個所謂的 SEA 這個SEA這種 這個 政策環評的制度 其實我們引進來 在執行的時候 你說它是技術審查嗎 不一定 我們在整個審查環評的委員 在審查過程當中 也看到多少是在針對可行性的評估 針對財務的分析 社會因素的分析 全部把它混雜在這個環境影響評估裡面 這反而是亂掉整個環評的一個制度 我覺得今天台灣如果整個政策 整個公共工程 重大公共工程 要推行的話 這一套的制度 我覺得以你 李主委 你的 李總委 我想以你的專業背景 你應該積極來把這個制度 來把它釐清 來把它建立起來 因為如果說照現行的這個推行 將近20年的這樣一個制度 制動下去的話 耗費人力 沒有效率 而且是往往很多外行領導內行 造成說 你不要說環評所謂學者專家 交往也去跟你說水利的 水利的也去跟你說交往 這個分工分的 財務的也來跟你談工程 混淆掉了嘛 我想這個應該是感觸很深 我覺得我在這裡第一個很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整個政策的 從可行性的評估 到一個政策評估 甚至財務的分析評估 一直到 甚至這個環評 環評只是整個政策裡面其中的一個環節 它不是全部的 但是我們現在把環評無限上綱 包括所有東西都在那邊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機制 可以談論這些問題 很多都是在內部裡面 或是行政首長他就本身決定說 我就是要做 因為外部的意見 沒辦法在這個體系裡面來運作 所以他們只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往環評委員會裡面來丟 大家對環評委員會裡面 呼籲太多 太多不合理的要求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面對馬上來改善 第二個我也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整個審查的審查機制裡面 各行其事 你環評審環評審完 開始做 這個有時候你是都市 都市計畫變更的 都市設計要變更的 水保要 水保的又要水保計畫的 甚至文資裡面的 多少開發機關 他為了提出一個 一關過一關 一關過一關 這一關提供的資料 結果又被那一關火定掉 火定掉又要重做 重做又要重跑 這個 為了審查的一個機制 審查機制 你看我們浪費了多少精力 多少矛盾的現象 這個有沒有可能採取會審的一個方式 當我們遇到一個重大的一個案子 你該相關的 你會審不一定說大家意見mix在一起的同樣一個會 最起碼可以說我這個會裡面 我同樣的廠商要開 幾點是開什麼開 一個把它item把它分向下 讓它一次的大家可以聽一下 不然的話 你環評捷育的東西 環評委員捷育的東西 到文資 文資委員會捷育的方向 又不對 我到底要聽誰的 這個很困擾相當多的這個 開發單位跟這廠商 你這個現象你覺得呢 我聽聽你的看法 這個因為這東西牽扯到 您剛剛講的從政策面到技術面 對 但是到了技術面 這個裡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法 是 在不同法裡面 事實上呢 是每個部會 執掌的是不同的法 那您剛剛講的很多法 還是地方政府在執行的 基本上中央政府是不執行的 所以要把這些所有的這些審查的這些 委員會全部都都在一起 這基本上是有困難的 執行上面是 是有困難 但是並非不能執行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克服 我們 這樣子講好了 事實上裡面有很多的法 並不是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有辦法 社會也對你這個期待的時候 我在政務委員的執掌上面 我希望整合台灣 是啊 我只能整合房災 因為那是在我的這個 那我們跟這個 吳院長要求呢 這個也讓你去整合啊 因為我看你最積極 而且很有概念 其實你有概念啊 謝謝委員指教 但是我現在就把我分內的事情先做好 這個公共工程會也可以給他建議啊 你在 你們在院會裡面也可以提出來啊 我想你大概不會是 乖乖乖說在那邊 微微糯糯的 只有在那邊等他散取消伴 以你的個性不會嗎 是 我們會 事實上您講的東西 因為我在地方政府服務過 所以我很熟悉 我非常熟悉 我也知道說裡面有很多的困擾 我也知道說 不可能每一樣都是 第一個我是說這個 環品的一個流程 這個整個政策決定的一個流程過 第二個 技術面執行的 我在 橫跨的這個 橫跨的這個 這個 會審的一個制度 請教我們 這我們看到很多矛盾的啊 那第一 那當然 另外你分管的這個 防災業務 我覺得今天 真的是台灣 本席以前當過八年的 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我深知說其實 如果政府要有所作為的話 其實是可以防止很多的 很多的 看你 看你 要做不做 但是他主要這個 觀念對不對 你不是 我想今天還在台灣那麼 這麼 這麼 這個 島那麼小 島那麼小 山那麼高 水質 地形複雜化那麼長 其實 其實 我有注意到 你看 這個引進這個 這個在強化 GIS 這個 GIS的做法 我想這個是我之前 也跟很多部會 有時候我在說 他們有聽到嗎 我在說 有時候他們不一定聽到 這個我想本時 以後有機會 我真的會好好跟 我們來請教一下 把這個GIS這個 地理資訊系統的東西 把它當作 國家重要的基礎建設來做 資料隨時update 隨時更新 資料可以隨時透明化 分享給其他的人 因為我發現說 我們耗太多 耗太多行政資源 在不管說在防災 或是我們在做任何的一些 這個規劃報告 研究報告 你看前沿的部分 基礎資料的那些 包括水文地址 多少顧問公司 或是這些學術單位 重複的repeat來做重樣的 這個將會這樣 請給你 影片 很高靜 請 響 請 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